Hello,Hello,Hello,大家好,我是Eggie,切配恩 是,歡迎Eggie 唐人 Hello,大家好,我是唐人 是 當大家看這個片話的時候,發覺 在看到本人是真的是截然不同了 你們半年來發生事情,先聊一下好不好 最近的生活作息 對,我生活作息不正常,抱一抱十 對,一大堆壞習慣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 是的,好險你頭很小臉很小好不好 好,因為這樣切掉的話還OK Eggie呢,送很多 因為我那時候是在準備綜合搏擊賽 所以那時候就練得比較壯 剛好練完就 一邊練,然後一邊拍這服飾的遊戲 所以那時候可能就是比較壯一點 語文語物很厲害 我們聊聊你們這一次在片中演出的角色 回到三月份拍攝的過程當中 這個角色是怎麼樣的,跟我們來聊一下 我演的就是Conny,他就是人性善良的內面 是 然後他就反正劇組的人都常常會開玩笑說 他是劇組唯一的小天使 是 對,因為他都一直在守護著男主角 然後希望他不會走偏 是 那那個康仁你的角色呢 我們再往左邊站一步好不好 美麗大哥比較好捕捉 好的 我在服飾的遊戲裡面飾演的叫Alex 他是一個銀行的 大家剛看片話應該看得出來 他是在銀行上班 然後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 在片子一開始當中 對於人生 對於未來 可能比較像是 比較寫實的 現代的一般上班族 就是可能 越入不適 越不復出 然後他甚至想要結婚 甚至想要有個家 可是 他的工作效率可能不夠好 他不夠努力 他不夠對自己負責 開始慢慢的 接觸到這個APP 然後這個故事就開始了 就是服飾的嘛對不對 對 那跟你現在很像 也像結婚這樣子 懂嗎 沒有 還沒有 對 不過武康人可以說是 現在全台灣最搶手的男性 剛剛我們這個楊總有說 愛奇異台灣站 一連播出你好多的狙擊 你看 滾石愛情故事 一把青直劇場戀愛殺城報 都是你男主角對不對 你讓 你讓其他男演員 都是要其他影集劇集的男演員 拿到的腳本 都是你不要的 是不是 然後你又去年得金鐘 今年又再度入圍金鐘 是不是 很巧了 對 那你剛當初看到這個劇本 怎麼樣讓你 這一位當紅男星 覺得哇 這厲害一定要演 沒有當紅 就是 炙手可熱 就是 嗯 騙家騙家 客氣了 不過當時 你看到這個服飾的遊戲的劇本 你覺得是 amazing 讚嘆 我覺得那個時候的狀態很特別 就是 我在去年只拍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一把青 一個就是一個電影 然後把自己弄得很不像人 然後 後來休息了將近四到五個月 然後在年後 然後 導演跟導演接觸 大偉接觸 然後跟製片接觸 看到劇本之後覺得 嗯 你沒想做這個東西嗎 因為在我來想 我會覺得說這個 你要做很多後製 對 你要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所謂的 合理的劇情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很多台灣劇 他們想要做一些很類型的東西 可是 他們 都想得到 譬如說要被車撞死 嗯 譬如說他要被炸彈炸死 嗯 他可能會遇到很多災難 可是 在遇到災難之前的鋪陳 對 我覺得 呃 刻畫上可能會沒有這麼吸引 嗯 就是會 就是像好萊塢的劇 你可能會覺得好看 那我覺得那在劇情的完整度上 嗯 厚度上是有的 所以 在那時候看到那個大偉的本子之後 我發現 喔 原來是可以做的 對 就覺得很好奇 想要問他怎麼拍 對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見到他的時候 就是 欸你要怎麼拍 我說 欸這個很難 這個你要怎麼拍 對 我就很想聽導演他 如何分享他的想法 嗯 很棒 那你會想出導演嗎 跟導演聊完之後之後 導演很怪 很怪 你要幫他聊 怎麼樣的怪法 導演是我見過最怪的導演之一 真的啊 真的很怪 很怪 欸欸 他都沒有話 你就問他 他就 他就這樣 嗯 因為他忘了戴小超 對 之類的 等一下你們看得到他 就是介紹一下 他會想很久 嗯 然後我就會想問下一個問題 可是下一個問題答案還沒有解決一點 哈哈哈哈 不過你們還是把這個片子拍完真的很不容易喔 他就是一個心思 就是在腦袋一直轉 他一直想想辦法去去告訴你 可是他一直在解決很多很多問題 他會一直思考 他是一個思考型的導演 對 算了這樣子 然後自己去心靈神輝這個劇本就算了 這樣放過導演 OK 好有趣的一個經驗 欸 你也這樣認為導演嗎 我 我 我懂啦 因為我自己本人就是也喜歡想很久 所以我就 嗯 才怪 才怪 男女主角不爆料 不一樣 對 是 好 你們要繼續這場戲嗎 要不要再回答 沒有 但看了這個劇吧 我覺得 非常吸引我 你就會一直想要知道 欸那後面呢 對 男主角會 會怎麼樣 嗯 然後後來知道武康仁要演 當然 哇 你當初對武康仁的一些印象是怎麼樣的 就是 親美主嘛 親美主嗎 對對對 沒有啦 因為我們第一次認識的時候是在真魂啟事 喔 你也在 欸 你覺得第三者嗎 你們第一次合作的時候我是第三者耶 而且我們第一次合作是演床戲 欸對耶 連一期的真魂啟事的第十三集對不對 你竟然 因為我很少客串啊 然後我是介入你們第三者 後來我是跟他在一起 然後他就為了我拋棄你 結果我們兩個一起都發福了 哈哈哈哈 對 女性對不對 好啦 對啊很有趣 所以你們當初 算是那一次第一次合作 那你們之後都沒有在互相聯絡嗎 沒有欸 沒有欸 那這一次這個網路劇15天的拍攝期 你們要怎麼樣迅速培養默契呢 就連續啊就假裝就是你知道我一開始 假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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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假裝沒有 我拍戲不假裝 哈哈哈 所以那個床戲來真的 對對對 床戲沒有啦 那個上一次 上一次也沒有沒有假的假的 不要亂講 對啊 那怎麼樣迅速摸戲 欸你說一下 一次認識其實還蠻熱情 就是大家都開心很開心 然後這一次碰到面就覺得 因為戲裡面我是後面才開始 我來拿下一點 對對對 來麥克風拿下一點 對好 對 OK 就是後來我們一起合作 我是大概他們已經開拍了一段時間 我進來 所以我就覺得大家已經有一個一個模式 然後就覺得康人就是很專注的在做他的部分 然後就覺得我每次都無法參與 然後就覺得其實這也有點像康人裡面的角色 你說他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我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是因為他太 他在休息的時候一直在唱歌 人家歌手出來 對他就很喜歡 然後在小房間我就 然後就慢慢飄走 因為他很喜歡唱歌 而且唱歌很好聽 可是變成說 他有時候是突然很安靜 吃一個便當吃一次就 就 我就 我就 好喔 然後我就留他跟他經紀人 然後在房間我就會飄走 喔 所以你們基本上在拍片過程 並沒有太多的討論這個角色 等一下我們要怎麼樣演這樣 他還是會 還是會 沒有他啊啊啊的時候 是因為他心情很好 OK 對,她就很天真、很自然的一個女生 她就 哦哦哦哦哦哦 然後我就哦哦 她現在很開心,我要走了,我要走了 對,然後工作的時候還是有跟Eggie去討論說 比如說 我 因為這部戲很特別是 我們要對著很多空氣演戲 我要對著手機演戲 那個東西是在我跟導演跟攝影師團隊 大家腦袋裡在想的 接下來發生什麼事什麼事 可是 對於Eggie而言,他們是活在現實當中 只有Alex這個角色 在劇中是唯一一個正在跟手機對話的人 是 等於是說他們都不了解我的思想跟我的想法 我之後要去做什麼的時候 就需要慢慢的劇透跟他討論說 我現在的處境 對,可是又不能表現出來 這樣 Eggie你跟康仁合作的時候 他應該算是你前輩嘛對不對 那你覺得跟他合作起來 有沒有在他身上學到了一些什麼 你拍《波麗之大人》的時候我還沒錄 你沒有吧 還沒 你那個沿海岸線真有那個同志 不算啦 那個就已經出道了 人家他拍《波麗之大人》的時候 我還在媽媽10塊 怎麼可能 我還沒入行啊 那個時候 所以《波麗之大人》2008年那時候 你還沒有拍《波麗之大人》 我2009年才入行 你叫學姐 學姐好 是 叫他學弟 乖學弟 好怪喔 哈哈哈 不過我們要回到這個服飾的遊戲 其實他是講一個很好玩 可以透過這個人性的貪婪啊 手機APP許願 說真的 真的研發了這個手機APP 你們敢使用嗎 很好用吧 你想要許什麼願望 這是付費下載的嗎 不好意思 還要討論這個 這個超級厲害的一個軟體 你既然敢的話你想要許什麼願望 你想要許什麼願望 我想要許 我想結婚啊 對啊 你應該也想 這個太官方了吧 我有一個什麼願望都可以達成的APP 一旦我說我跟他說我想結婚就這樣 對 那我不會 可能會許滿頭 那你可以先列舉講一兩個好不好 那麼多愛奇藝的VIP粉絲 VIP耶 我可能會 我剛剛你剛剛問我的時候 我就突然閃過一個畫面 我想要 不是不是 在王家衛拍花樣年華的時候 突然冒出一顆頭看一下 就是回到過去曾經 成員時空 對 成員時空之類的事情 你要回到2000年 OK 花樣年華 之類的就是 取代梁朝偉 不是不用不用不用 在旁邊探頭看就好 探頭 或是模仿那個 其中一個訪客啊 小叮噹大雄曾經做過的事情 就是不小心掉到淨香的那個 他在洗澡的時候 欸奇你過來 他真的回來他自己的世界裡面 我覺得有點可怕 好可怕 我懂你的心情咧 好啦 謝拉 那我問女生 我其實 我會害怕 因為我 我自己呢 覺得獲得的東西很快 其實你不會好好的珍惜 嗯 說得好 所以我可能會很想要 去試 錢 我可能會用想像力去想 就是欸我可能要去什麼願望 但我應該不會用 所以不會用這個東西 而且 很注重珍惜一個東西 代價太大了啦 很可怕 就是福士德的下場對不對